當初的鐘聲會倒在原裏 我們在屋簷底下牽手 美聲天后 周慧在台上開唱經典成名曲 約定讓全場聽得如刺如墜 掀起滿滿的回憶沙 一起來囉 唱完一首還不夠接著再唱 台下觀眾拿起手機記錄這感動時刻 仔細看這場三海音樂會 地點在白米翁砲台 不僅有美麗的音樂會 還有攤位市集 今晚颱風外圍環流攪局 但民眾熱情不減 不錯啊 因為在聽聽音樂 白米翁也是我們很重要的一個砲台 也是守護我們金融最重要的堡壘 那因此我們希望通過音樂 透過歌員的一個活動 能夠讓大家看見白米翁 也記得白米翁曾經守護我們的地方 讓更多的金融人 可以帶更多的好朋友來看 這個山與海最美的一個 白米翁砲台 金融市長謝國良到場 抽出活動大獎之外 也冒雨和現場 勘犯和民眾握手之意 請怕14年的系列活動 至於今天的白米翁砲台音樂會 真的是在有山有海的一個環境 繼續欣賞更好的音樂 而金融也要往音樂城市邁進 除了一年四季都有好的活動之外 而且我們在音樂的硬體方面 跟未來培訓當地音樂人的方面 我們都會做更多的努力 讓金融成為一個好的音樂城市 東西一樣一定要串聯 所以今天早上就有來自很多很多的民眾 包括外信市的人來這邊參觀 我們這邊的風景美貌 真的自己是很漂亮 又有砲台 然後這一點天的活動 市長 加油 活動中還出現了小插曲 當地太白禮居民 拿著太白禮的禮花 麒麟花 送給市長謝國良 為他加油打氣 太白禮的禮花 麒麟花 謝謝大家送給我們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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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場不時下起爭語 但仍交不息 民眾熱情參與 美聲天后 周慧 台語金曲歌王 荒山亮 原名金曲歌手 拉卡烏帽 和日本流行歌謠歌手 輪番演出 讓民眾享受一場 以三海景觀為背景的音樂饗宴 記者 黃少鳴 集中報導